开斋饭是什么? 2023年5月4月 开斋饭是什么? 内有哪些素食食材? 何解佛教徒会为回教徒制作这种素菜? 2023年的回教斋戒约 Brandon 于3月22日开始 虽然这并非佛教节日 但印尼各地都有许多佛弟子 向回教徒提供开斋饭 什么是开斋饭? 原来在斋戒约期间 回教徒在日出之后 日落之前不可禁食 不少佛寺都提供食物 以供他们开斋 来到西爪哇省West Java的经理问世 Cyrevan维拉斯阿西克斯 David Wallace R.C. Temple的佛教徒 在整个斋月期间 都在为回教徒准备开斋餐 素食食材包括米饭 炒蔬菜 煎鸡蛋等 他们会在日落前 向有需要人士派发饭和 印尼虽然是回教国家 宪法却保证百姓拥有宗教自由 约2.8亿人口中 有87%人口是伊斯兰教徒 基督教徒是7% 天主教徒是1.7% 佛教徒约为1% 虽然佛教徒所占比的苦多 仍有不少人在修习佛法 在维拉斯阿西克斯 负责带头准备饭和的 尤里亚伊利亚天童 说 我们相信行善不分宗教 如果有机会不失 即使不是在佛教节日 能够把握机会行善 也是一种光荣 哈旭说 当我们派发的食物 被回教徒微笑着接受时 我心里有种无法言喻的情感 有些朋友也说 感受到这种幸福至极 心满意足的感觉 在达纳公司Delegantempo 也有一群青年利用假期准备开斋饭 我们希望尽量帮助有需要的人 汉森汉森 说 斋戒月是一个充满爱的月份 所以我们想加入分享爱与慈悲的行列 请不吝点赞和 laugh 按赞和打epher WITH